这部电影绝对是香港女星赵雅芝 牺牲最大的一部电影了 青涩成都满天飞 恐怖程度六颗星 尺度之大 让人全程无眼观看 电影开始 这天傍晚 两名同学慌慌张张地来到警局报案 两名学生说 在山上发现了两名赤果尸体 很快警方就调集人手来到案发现场 那惊悚恐怖的一幕 顿时就让一些控制力不强的人当场呕吐 很快法医来到进行尸检 画面由于太过惊喜 血腥 果禄只能强行跳步 完事后 法医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艾家 因为其中一名死者正是她 好闺蜜的男朋友 而另一名则是她的好闺蜜小雅 小雅父母早亡 从小和奶奶相依为命 如今小雅的去世 再一次让一名花甲老人白发人送黑发人 艾家由于担心奶奶想不开 于是 她急忙来到奶奶家里陪伴她 果然没多久 警方就前来通知死者家属 第二天 法医对尸体进行详细解剖 男性死者的原因是被叉子刺穿心脏 导致死亡 生前并没有黑羞的痕迹 女死者则是被绳子勒住脖子 导致窒息而死 也并没有黑羞的迹象 可是女死者由于面部被砸得稀烂 根本就无法辨别她的身份 而在案发现场收集的血液中 法医检测出 有三种不同的血型 分别是两名死者的血迹 和一个O型血 而这个O型血的人 很可能就是 杀害他们两人的凶手 很快 双方亲人就来到停尸房 男尸体阿强 被父母顺利领走 而女性死者 由于面目被毁无法辨认 只能从遗物上面 判定她的身份 小雅的尸体被领回来后 奶奶就找了一帮和尚 来为其超度 由于村子里 发生惨绝人寰的命案 爱家的嫂子 就带着孩子 回到娘家暂闭 可就在这时 爱家突然想起 前不久发生的怪事 因为在坐船的时候 爱家发现 阿强和一个病泱泱的女人 非常亲密 不难看出 女人重病缠身 咳个不停 身为医生的爱家 赶忙上前 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可是阿强却好像 不愿意让他管这件事情 这边 警方经过多方面排查 他们发现在山上 有一个叫做阿华的男人 有作案嫌疑 而且在抓捕他的时候 阿华的身上 还穿着小雅的红裙子 很快就到了头七这天 晚上怪事连连 估计奶奶所找的和尚 是假和尚吧 压根就没有把小雅给抄肚走 先是邻居家的切膏 莫名其妙地少了一块 而负责巡逻的老伯 还看到了小雅 就在这时 爱家回来了 他看到呆滞的老伯 赶忙上前询问 老伯说 刚才我好像看到小雅了 他还穿着一件红衣服 回到家里没多久 爱家就突然发现 小雅的家里有手电筒的亮光 难道是瞎奶奶 可此时奶奶睡得正香 突然间 奶奶好像感觉到什么 第二天 爱家来看望奶奶 在她的口中得知 小雅的魂魄似乎回来过 可能是她有什么心愿未了 所以才回来翻找 于是 奶奶就让爱家打开衣柜 让她看看 小雅最喜欢的那件红棉袄 有没有拿去陪葬 就在这个时候 洗衣店的伙计来到 她将阿华身上的那件红棉袄 给送满 可是伙计回到洗衣店的时候 同事告诉她 刚才有人来拿那件红棉袄 就是你说漂亮的那个女孩 听到同事的话 伙计顿时就吓了一跳 然后就说道 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这边警方带着阿华来指认现场 阿华来到后 直接就说道 把那两只猴子绑在树上 并且还做了一些奇怪的动作 警方本想着 在她的身上 找一些有用的信息 不成想趁着她们不注意 直接溜之大吉 这边老伯精心打扮一番后 就准备拿上钞票 去拯救那些失足妇女 可老伯走到半路上时 突然看到前面的一个女人 非常像小雅 并且还对老伯回眸一笑 顿时救下的老伯 直接滚下山坡 第二天一大早 艾佳就来到小雅的墓前祭拜 可就在她抬头之际 突然看到不远处 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 艾佳也没多想 赶忙就追了上去 很快 艾佳就看到 刚才的那个女人 坐在不远处 女人所穿的衣服 和小雅出事那天 穿得一模一样 随后艾佳慢慢地 向前靠近 当女人一回头 顿时就让艾佳大失所望 原来是村子里的翠花 和人在墓地里面谈对象呢 随后 艾佳就来到阿强家里 在阿强母亲的口中得知 阿强生前拍了许多照片 还放在照相馆没拿走 艾佳赶紧来到照相馆 在照片里面 艾佳发现 阿强竟然有了别的女人 而这个女人 正是传上重病缠身的女人 看到女人的打扮 和小雅极其相似 所以艾佳怀疑 凶手就是这个女人 那天下船后 女人就被送去 自己所在上班的医院 于是 艾佳又马不停蹄地来到医院 在同事的口中 得知女人身患肺牢 她所填写的住址 是澳门 叫做小梅 在得到准确的消息后 艾佳就准备私下里 调查这个女人 很快艾佳就来到澳门 经过多方打听 终于知道 一个叫做李夫人的女人 对她甚是了解 很快艾佳就找到李夫人 在这里 她果然打听到了许多消息 原来小梅是夜总会的 在做了没多久后 她就攒了一大笔钱 可就在她准备 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她所有的钱财 都被一抢而空 没有办法的小梅 只好又回到夜总会 继续工作 最终劳累过度 患上了肺劳 曾经有一次 在工作的时候 小梅当场可得昏死过去 还好一位医生出现 将她救了过来 而救她的那个医生 正是阿强 很快 他们两人就好上了 小梅也跟着她 去到香港养病 晚上 艾佳回到家里后 突然又发现 小雅家里有光亮 这一次 艾佳没有多想 直接就冲到小雅家里 不停地敲门 可就在奶奶准备 开门的时候 后面的桌子 突然就被人给撞倒了 当艾佳进屋后 发现衣柜被翻得乱七八糟 而那件红衣服上 包裹的塑料袋 也被扯破 艾佳拿过来翻找了一遍 不成想 在里面竟然发现了 一张检查报告 报告单上面 明明白白地写着 小雅怀孕了 知道这个消息后 艾佳顿时就愣住了 因为她好像知道了什么 随后 艾佳就打电话 给自己的法医朋友 她让朋友赶紧带着 小雅的试检报告前来 法医说道 自己又发现了新线索 艾佳听闻就说道 是不是她怀孕了 法医听闻就说 怀什么孕 她患有肺牢 到此才知道 死的那个女孩 原来不是小雅 而是小梅 随后 艾佳就和法医来到警局 把自己知道的事情 告诉警察 再通过各种技术手段 最终证实 死者是小梅 警方还在疗养院 找到了小梅的遗物 里面还有一封 小雅写给她的信件 小雅在信中明确表示 自己已经怀孕 希望小梅能够斩断 和阿强的情感 等他们结婚后 一定会好好地照顾她的 就在这天晚上 艾佳在公交车上面 突然看到路边的一个人影 非常的像小雅 可是 当她下车寻找的时候 小雅却早已不见 随后 艾佳就继续向前寻找 果然在巷子里面 发现了小雅的踪迹 随后艾佳 就叫来警方前来搜查 可进来后 并没有发现小雅 可是在房间的东西来看 小雅的确是住在此处 转眼间又过去几个月 艾佳来到案发现场祭拜 而小雅也在此时出现了 如今的小雅快要临盆 可是她的精神看上去 似乎有些不太好 也就在这时 小雅终于说出事情的经过 原来那天 两人已经约定好了见面 见面后 小雅恳求她离开阿强 可是小雅本就是头牌小姐 又岂会这么轻易放手 并且还不停地嘲讽小雅 随后两人便动起了手 还好在关键时刻阿强来到 小雅在看到阿强后 立马就装出一副 病泱泱的样子 可是在阿强的心目中 一直爱的就是小雅 和小雅的情感 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说吧 阿强就带着小雅准备离开 可气急败坏的小雅 直接拿起叉子 刺进阿强的身体 看到爱人被人杀害 小雅愤怒至极 直接拿起一块石头 就向小雅砸去 硬生生地将小雅给砸死了 而在不远处 看到这一切的阿华 顿时就吓坏了 当小雅冷静下来后 又非常害怕 于是她心生一计 和小雅互换衣服 然后又慌张地逃离现场 可小雅走后 小雅竟然坐了起来 原来她并没有死透 而阿华看到后 又上来助攻 此时小雅责怪爱家多管闲事 让警方知道了真相 接着小雅就想要做掉闺蜜 可她一个不小心动了胎气 眼看就要临盆 爱家见状 准备上前帮忙 可就在这时 阿华突然窜了出来 直接勒住爱家 接着小雅拿起石头 就砸向爱家 在混乱中 阿华又勒住了小雅 当奶奶来到时 小雅马上就要领盒饭了 随后阿华放开小雅 爱家想要营救 不成想直接被奶奶推开 接着奶奶拿起菜刀 直接取出胎 就这样 孩子保住了 可小雅却上了西天 电影也到此全部结束